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是凌宇 也是何家荣 1087集 这是我从那个人身上摘下来的 还有这个 说着他将手机中机关头手腕上那符文符号 拍给了谭凯 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 谭凯看到这符号之后越发的迷惑 不过倒也能猜出些什么 问道 难道是某个境外组织的标识吗 他知道很多组织都是有自己特殊的组织符号 不错 林宇点点头沉声说道 隐修会你知道吗 隐修会 谭凯不由地惊讶张大了嘴巴 接着面色一尘用力地点点头 这个我听说过 好像是东南亚那边一个十分厉害的高手组织 当初向老在军情处的时候 好像跟这个隐修会交过手 据说当时向老把这个隐修会压制得很厉害 隐修会便也知道了华夏有军情处这种超强机构的存在 所以再不敢犯我华夏 销声匿计计了很多年 这 这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了 林宇文言眯了眯眼睛 心想怪不得这机关头知道军情处的所在 而且提起军情处的时候咬牙切齿呢 原来他们这组织与军情处早就有着深仇旧恨 估计隐修会也知道现在军情处实力大不如前 所以才敢在华夏边境蹦的 甚至这机关头都深入到京城来杀人了 可见这帮人胆子是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不把华夏的军方放在眼里 这件事情 你除了寒冰暂时先别告诉别人 让寒冰自己先调查调查 这个隐修会的底细 林宇略意私寸 然后冲谭凯吩咐道 我知道 谭凯点了点头 接着有些疑惑地冲林宇问道 对了 何先生 我很好奇 刚才原将怎么会那么听你的话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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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掐了他的脖子 他还没有跟我翻脸 对不对 林宇笑着补充 对对 谭凯用力地点头心头大握不解 纵然原将不是林宇的对手 但是有军情处那么多的手下在呢 原将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被林宇当众羞辱 这个嘛 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告诉你 林宇笑着拍拍的肩膀 虽然他和谭凯关系不错 但按照规定 引灵的身份是不能随便告诉他人的 谭凯点点头也没多问 左右望了一眼 冲林宇低声嘱咐道 何先生 不过你以后啊 要小心一些了 这个原将啊 可是个雅字必报的主 方才 他说话刺激机关头 分明是想故意害死蒋小姐 此人阴险歹多 您切莫不可大意啊 我知道 林宇沉声点点头 想起了刚才那一幕 眼中猛的一寒 说着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冲谭凯问道 对了 这次死了这么多人 对你们军政处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这个肯定是有的 不过好在 也没让这帮杀手逃走 上面应该会把人质死伤的事情 压下来的 不至于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 谭凯低声说道 你所说的那个军方活动 到底是什么活动啊 死了一个国外大使 竟然连你们也要出动 林宇诧疑问道 谭凯听到这话略以迟疑 似乎有些不方便对外说 啊 要是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林宇笑了笑也没勉强 我跟您大致透露一下 您啊 别往外说 谭凯想了想 觉得林宇并不是外人 便压低了声音对他说道 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 都有类似于我们华夏军情处 这样的机构存在 都是一些能力远超过普通人的 特殊兵士组建的 只不过 我们华夏依托的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悬术 某些西方国家 依托的是药物和基因改造 将人类潜能发挥到极致 这个我知道 林宇点点头似乎猜到了什么 莫非这次军方活动 就是国际上这些个组织 一起举办呢 不错 谭凯用力点头 满是欣赏地望着林宇 这些机构 一起组织举办了一场军事交流会 大家互相切磋学习 但是其实本质上 是互相试探对方的实力 说着 谭凯不由地轻轻叹口气 神情间不由有一些忧虑 我明白了 林宇用力地点点头 笑眯眯地说道 那见到宗师盟的人 也一定会来吧 他们也会来 谭凯点点头 望了望远方怅然说道 这次军事交流会 有可能会让国际上 各大特殊机构的排名 重新洗牌 你这么担心做什么 莫非是怕我们军情处会输 林宇看到他担忧的神色 不由笑着 何先生 要知道 在向老的时代 我们军情处在国际上 那是独步天下 屁腻群雄的存在啊 谭凯一挺胸膛 傲然说道 不过 转瞬气是一早而空 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唉 现在呢 连神木组织和引修会 都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蹦跌了 林宇 面带微笑 摇了摇头 没说话 何先生 要是你还在军情处就好了 谭凯望着林宇有些叹息 唉 只可惜 现在的军情处 是原始疏直的军情处了 他知道 如果林宇还在军情处的话 军情处或许还能在这次交流会中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但是现在林宇不在了 一切都是空谈 行了 别多想了 军情处还是有很多英雄脚处在的 林宇笑着拍拍谭凯肩膀 再也没多说什么 嘱咐他别忘记调查引修会的事 因为姜岩只是受了些外伤 所以也没必要多呆 林宇带着姜岩他们三个人 直接回家了 从上午一直到现在 几个人都没有吃一点东西 都饿得不行 回家便搬出了电磁炉 找出冰箱里的菜和肉 吃起了火锅 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 啊 可能是牛大哥 林宇赶紧起身 示意姜岩他们继续吃 自己跑去开门 不过门打开之后 出乎意料的是 只见外边站着一个 苗条纤细的身影 竟然是美发工作室的小爱姐 林宇显然没想到 她会登门到访 不由呆呆地忘了她办上 怎么何先生 不认识了 还是说不欢迎我啊 小爱姐冲林宇笑了笑 大去说道 哼 哪里哪里 我是不敢相信 您这位大美女竟然会 亲自登门拜访啊 林宇的反应倒也迅速 冲她笑了笑 赶紧闪身让她进门 同时试探性地问 呃 你怎么知道 我们家地址的 爷爷跟我说过 小爱姐冲林宇 眨了眨眼 竟接着一点头进了屋 小爱姐 你怎么来了 江言看到她之后 也是极为惊讶 赶紧起身 朝她这边走过来 拽着她坐在椅子上 笑着说道 你来得正好 一起吃点吧 不了不了 我不吃了 我就是来看看你 小爱摇了摇头 将手里拎着的 一套化妆品套盒 放在了一边 双手握着江言的手 关切地说道 怎么样 这 没出什么事吧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谢谢大家 打托